我们现在宣布本届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正式成立 八位县市长一起做出投球动作 象征拔墙合作 好球连线 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正式成立 除了资源共享 最重要的是团结合作向中央发声 我们一定要这个团结合作 那这样的话地方的民意集体发声 才能够被重视 那中央也才会正视我们的需求 也才会重视我们的意见 今年新增新竹市长高鸿安 规模扩大为八县市参与 高鸿安强调是新生入学 要学长解读指教 外界则关注是否为蓝白合作 说什么这个就是蓝白合 这是卢秀燕的霸主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在这边再次跟大家澄清 其实当时我在加入这平台的时候 我完全没有问到秀燕市长说 请问一下这是国民董的还是民进董的 没有 我就是仔细单纯问他说 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达到什么样的功用 秀燕市长站出来登高一夫 我们全部都加入 我更希望他向北向南向东部 都来做最好的一个连结 你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我们今天的重点 我要拜托大家 因为我们八个县市筹备这个平台成立 已经有一段时间 非常的辛苦 八个县市长要同时出席 那是很难得 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今天的focus 都放在我们八位县市长身上 对于杨文科的弦外之音 卢秀燕没有正面回答 要媒体聚焦区域治理平台上 新唐人亚太电视 秋天喜台湾台中采访报道